2022进入倒数机制光复乡公所 岁末年欢活动特别结合圣诞节共同举行 这次别开顺便的进行彩街游行 接着还有爷爷奶奶少时偶像的演唱会 还有五彩活动 从白天嗨到黑夜 要欢喜迎接2023新年到来 祝大家圣诞节快乐 跟着乡长林清水跳上台塘小火车 准备展开圣诞彩街创意游行 沿街散播欢乐散播爱 来到光复乡最热闹的十字路口 各个游行队五轮班定点表演 精彩歌舞引爆乡亲民众的热情 光复乡睡末联欢活动 还不只有白天的采节游行 入业后在乡公所新办公大楼前广场 邀请爷爷奶奶而少时的偶像来开演唱会 台上台下场成一片 其中穿插乡亲民众最爱的摩采 现场毫不热闹 往年乡公所办理跨年晚会时间往往超过三到四个小时之久 因此今年特别提早在下午进行圣诞彩街表演 在闲街晚间的连环晚会 连任成功的乡长林清水除了感谢乡亲民众的支持 对于2023年的重要建设也早已准备就绪 那我们今年都提早到25号来办理 来庆祝月丹节圣诞节 还有我们的村长代表乡长就职典礼 所以一千万成功了 我们还有采加 大家很新鲜 然后对于快就一年了 祝各位新年快乐 然后想这下一任的任期 应该重点会放在我们地方文化产业观光 跟环境美化这方面 观光箱比较大型的这些工大建设 大概就已经完成了 已经在过要中多的着落了 所以后面四年文化产业观光 是我们市政的重点 连任成功的乡长林清水25号就职后 在圣诞彩街游行及岁末连环活动中 不仅带着光复乡从白天海到黑夜 也将以文化产经建设政策的推动 欢喜迎接光复乡的2023年 记者是玉兰光复车谋报导